对于战争和军队而言,女性始终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话题,然而这种争议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逐渐变得不可避免。 如今的女兵女战士,已经不仅是东西方民间故事中只言片语的存在,而是现代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女性生理特征的局限性和自身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女兵的服役管理一直是令各国征兵部门头疼的难题。 就连观念前卫的北约武装力量序列中,也只有挪威彻底开放了女性兵役制度。 在挪威军队中服役的女兵,不仅要和男兵以相同的标准初操训练,在生活上也要与男兵共事起居。 也就是说,某挪威小伙儿入屋以后的上铺战友可能是个妹子。 也许有人会问了,那女兵换内衣怎么办? 岂不是要当着男兵的面脱了穿? 是的没错。 不过这种看似荒唐的举动竟然收到了绝佳的效果。 由于隔阂的彻底消除,挪威军中针对女兵的骚扰事件大幅下降。 男女兵在训练生活中逐渐消除了害羞与尴尬,培养出兄弟姐妹般的感情。 是不是很棒? 至于其他国家的女兵,虽然暂时还没享受到如此前卫的待遇,不过战斗力可一点不含糊。 下面小编就带着大家对各国的军中绿花瞻仰一番。 第五名,越南女兵。 越南女民兵自越南战争起,越南人就毫不吝息地将大批女性投入战场。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后来与之交手的解放军,都一致认为心狠手辣的越南女兵是非常难以对付的敌人。 由于身形娇小,这些阴狠而又冷静的杀手们往往会隐藏在不可思议的角落,对目标发起致命的袭击。 就战斗力而言,越南女兵难寻敌手。 不过小编并不认可越南将女兵视为弥补男性数量不足的炮灰的举动。 因此本期榜单中的东南亚十人花们只得到了第五名的位置。 第四名,美国女兵美军的女飞行员作为一个自诩开放自由的国度。 美国对于女兵的政策并不算前卫。 虽然美国军队中女性官兵比例并不低,而且大量女兵坚守在一线岗位,驾驶着先进战斗机和重型坦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但是由于美国军队十分崇尚阳刚气概,女兵地位较为尴尬,还要频繁面临猥亵骚扰事件的折磨。 即便是严格制度管辖之下也难以完全解决问题。 因此,小编不得不将这些生存在家缝之中的女汉将们排在榜单的第四名。 第三名,中国女兵中国女子特种兵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出现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中间不仅毫无美胆,甚至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直到共和国建国初期,女兵在军队中的地位才得到了初步承认。 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社会观念的局限,我国女兵始终只能从事医疗和通讯等二三线工作,并且职业发展道路十分狭窄。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军队中也逐渐出现了不少女子特种兵和女飞行员、女坦克手的英姿。 从这股发展势头上来看,中国女兵超越本期榜单的前两名指质可待。 第二名,俄罗斯女兵苏联英雄柳德米拉以金发闭眼大长腿文明于世的俄罗斯女兵占据了俄罗斯军队十分之一的兵力总量。 她们的战斗力无需多延。 只要看看那些喝了两口福特加,就可以和大棕熊谈笑丰生的俄罗斯大妈即可略见一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面临亡国之谱的姑娘们纷纷拿起枪走上前线,立下赫赫赫战功。 包括女狙击手帕夫柳琴哥和女王牌飞行员迪利亚在内的大批女英雄名垂丹青。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的尼采毛妹们只能排在榜单亚军,只能说明冠军太过强悍了榜。 第一名,以色列女兵以色列女兵以色列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是该国在大敌环似的危机中得以生存的根本保障。 而以色列的女性自成年开始便要承担起和男性等同的国防职责。 就连获得过亚洲小姐比赛冠军的娇柔女神也免不了穿上尼采服背上步枪穿梭在训练场的风沙深处。 在以色列军队中,女兵不仅在地位上和男兵别无二致,在作战方面甚至具备更为强悍的行动素养。 作风极为硬朗。 毫无疑问的,无论是规模还是训练水平,以色列女兵的战斗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绝对的顶尖水平。 看完了各国女兵的萨爽英姿,各位男同胞有没有一种特别的钦佩之情由然而生呢? 所谓怜湘西域之情人皆有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说法也是流传已久。 然而在小编看来,守土为国人仁有责,女兵也可以在沙场携海之中奋力杀敌建功立业, 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韧性谱写下读到的历史篇章,将为